有本的下锅咋 下锅出发呗 下锅编 下锅编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想今天一场讲述的 101买了几个锅编 今天我是香辣锅编 来好好的补一补 好 下面就开始吧 这个锅编是买了 十四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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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四九啊 这很贵啊 十四九 哇 这很贵 来 帮我上去 什么时候上去那么贵 十四九 十四九 煮边加水先洗一下 然后啊 这里两斤多一点点 101块钱 冷水下锅 给葱姜花椒 米酒白醋 这些都是去腥真香的 大火烧开煮五分钟 这样子去腥性稍微更彻底一点 来准备点香料 沙姜八角 桂皮香叶干辣椒 去脂的炒果 去脂的砂盐白扣花椒 好 加水先洗一下 适量的火锅底料 豆干酱一大勺 还有这个上次 炼那个红油的渣渣 这里面有姜葱蒜 放这个非常香 没有的话 直接放那种生的姜葱蒜 影响不大 把香料装到卤料桶里 这个也放进去 再来一点一点红曲米 来上个吃 这个可以了 冲洗眼镜 绿眼水分备用 锅叶下油 豆干酱火锅底料化香 下卤料桶 下猪瓶 甩米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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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糖 一点点盐 这个老抽就不用了 大火烧开转小火煮 20分钟再切两个小时以上 给它充分的去除新烧味 来准备下配料 这小米椒切轻轻 姜蒜切片 芹菜蒜切断 小葱香菜切断 酥酥叶随便来两刀 这三样是真香的 这干辣椒 这两种辣椒是真辣的 这香辣 这生辣 这酥饼已经炉好了 现在已经可以吃了 我们来试一下 味道香脆 夹出来 把它改刀切成段 整卷 这样磨 影响不大 锅一倒油 五分油温下锅炸 炸 盘住 稍微炸一下能更香 同时能去除一下 鲜烧味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老抽 去卤那个东西 否则卤出的东西 然后炸出来 颜色会很黑 像这样子是金黄色 想吃香一点的话 就炸久一点 差不多了 包出 锅叶下摇 葱姜蒜 炸香 小材料 还有洋葱 菜干椒 小米椒 炒香炒出辣味 这个辣椒要彻底炒香了 下前蒜 下猪边 给椒椒 椒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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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椒 生椒 大火拍手 白芝辣 青蒜叶 植树叶 椒葱香菜 香辣红油 拌一勺均匀 香了 香 香 终于做好了 下面等待尝试下吧 相当香脆 算了 经过这样的处理的话 大家不用心情稍微 当鸳骨双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